别把你在外面的那一套带回家来 就算要说也要想进入自己立场 他肯定跟你打苦情牌来着 怎么这个世界上只有你能救他 他这个人有多可怜 他以后要在牢里度过下半辈子了 让你以得抱怨 你这样做就会让你显得特别的神圣 特别的崇高 你还挺了解他的 那当然了 果断拒绝啊 不给他任何机会 再说了 邱建祥这个人自作自守活该 他这一次不是活该 他呀 他这一次被冤枉了 真的吗 那也轮不到你救他 只有我最合适啊 你答应了 还没有 没关系啊 反正 你别有压力 你做任何决定的我都支持你 那要是我不答应呢 支持 他之前害你这么多年没有工作 受了这么大的打击 这么多年你痛苦绝望 躺在地上养伤的时候 怎么没见他来拉你一把呀 凭什么要你去救他呀 这个时候没落宁下室已经很君子了 大丈夫 有仇必保 爷们 那我要答应了呢 那我要答应了呢 也支持 说明你这个人心大 度量大 菩萨心肠 不计前嫌 敢于原谅伤害过你的人 你这个人格啊绝对是高尚 总之呢 你做任何事情 你都不要有压力 随心而为 做你自己的 只要我不接你的老底 你就会让杨华帮我 不仅帮我看资料 还会帮我做专家认人 这都是你说的 我想调整一下我的发言 我觉得有的时候呢 我们还是要心怀正义 敢于跟恶势力做斗争 你为什么这样看我呢 你为什么这样看我呢 说吧 你怎么了 我没怎么样 好吧 我承认 我在见李戴的时候呢 确实遭受了一点点的威胁 但是我在跟你说 让你勇敢做自己的时候 绝对是真诚的 只是后来我想了想 出庭作证也挺好 你已经很累了 这个晚上我来收拾吧 好吧 那我睡了 别把你招外面的你头带回家来 就算要说也要想进入自己的立场 你这个人怎么回事啊 好不容易到家卸下防备 跟你坦诚相见 真书真义 这个 冷漠 我也不收拾 ничего 他就让你听事 Vegas 放心工作 这是游戏 Lang 彩虫 中文字幕 李宗盛